學棄了政治,放棄政治,而從事於教學工作 這跟空父子的情形是不相同的 但是他們在教育上的成就,可以說都是非常的偉大輝煌 這是我們一定要認識清楚的 所以佛教傳到中國了之後 佛門弟子對於釋迦牟尼佛的尊臣成為老司,本司 正如同中國後來的讀書人,對孔老夫子尊称為新司 我們稱本司根本的老司 這個叫於創始的對位老司 創始人 而我們自稱為弟子 這是非常明顯看出 我們跟佛的關係是私生關係 我們對於佛頭的尊敬 是把它當作老司來看待 決定不是把它當作神明來看待 要把它當作神明來看待呢 那就是宗教 所以今天有人說佛教是宗教 我們也不能反駁 為什麼呢 它確實變直了 真的變成宗教 一般社會把佛、菩薩都當作神明來看待 這個是變直變成宗教 我們要學 我們不是學宗教 我們是學教育的這部分 我們才能夠得到真正的利益 這是認識清楚的